這遊戲不管什麼職業 你的條件是命中優先 再來才是攻擊力 命中、攻擊、防禦 這三個屬性照順序衝 你沒有防禦 你被怪打 你喝不回來 就算你閃避率很好 只要被摸幾下 你會發覺比別人被打還要痛 然後命中不夠 就你越等打會打不過 你看我現在已經越等了 我現在是照理說這個正常 我在沒撐命中 我命中沒撐起來之前 我打他是一排miss 可是你們現在看我這個等 我57級 打這邊的已經是快要張偉的怪了 第三世界第十章 其實張偉的怪 這邊怪等級已經很高了 60級等 照理說打他們應該會瘋狂的命中才對 我今天把命中多用了10點 原本是180命中 現在我把他搞到190 打他們就明顯的 很明顯的感覺到變很準很準 我昨天跟老王也是開始 我們也是可以組隊掛在7樓 三個人組隊一隻怪大概7萬裡面 那至於命中怎麼撐 我講一下 你與其追求安定 或者是過一的藍裝 不如把綠裝點高 或是白裝點高 你白裝點到加9 綠裝點到加9 你的數值也不會亞於藍裝 比如說這個 加9黑沙頭盔 命中加5 我題外話講一下 我還有一個加8 我這個點到加8 可是你看 加9 你一般的人也不會去隨便點加8 加9綠頭盔的數值 大約等同加8藍一樣打21 所以我換這個頭盔 你看有戰力不會變 這個頭盔戰力不會掉 來我現在配置這個 我現在左邊戰力是 我看一下 26649 換上去 還是26649 因為數值一樣 所以你今天如果想要取代加9綠裝 你就是要換加8藍裝才可以取代 然後武器比較穩 武器用藍裝 武器就是能用藍就用藍 我這個是因為藍裝點了20幾把加7 過不了加8 我才放棄了 加8藍武大概是40幾的攻擊 會比加9綠還要強 所以武器還是用藍的為主 那藍的一定要加7以上 你用加5加6就別用 就用綠的吧 綠的點高 綠的點加8加9 還是比加6加7的藍還要強 再來是這個戒指 這個戒指用平原 因為它攻擊最高 我原本是藍戒指吧 我把它點爆 我原本我是裝避刃戒指 我把避刃戒指點爆 這個的話不用用這個項鍊 這個項鍊比較貴 這是我無聊點到的 你可以用這個 這個是比較好 因為多了藥水那個綠 正常來說 你項鍊可以選擇這一條 火鹿角 能力值都是攻擊1 這個更便宜 10轉一個人 直接點到 這個直接點到加5就行了 因為加2機率很低 這個的話就是用平原 沒得選 平原 這兩個比較不強調 這兩個你就隨便 隨你個人喜好去做 決定 這三個啦 隨你個人喜好 這個也不用說 特別要點到加2加3 網上點只是為了讓你的 可能戰力好看一點點 然後寫多一點點 然後迴避多1多2 這個其實是還好 那剩下部位的話 剩下一個部位就是斗篷 斗篷也是需要點高 因為斗篷的話 斗篷點高會直接加 防禦加比較多 然後這個的話 飾品因為比較貴 所以相對來說不會 飾品也有加防的 這個加防 可是飾品貴 所以不建議衝飾品 你可以衝斗篷 剩下部位就還好 就真的還好 因為 跑速跟攻速還有 迴避率 並不是遊戲的主要屬性 主要屬性就是 命中攻擊防禦 這三個 還有暴擊率 還有暴擊率 好 這武器我們再觀望一下吧 好所以命中有錢 那上收集品的命中 我是能塞的都塞了 基本命中16 遠距離命中加7 剩下的命中 都是比較難搞的 等於說我命中 藍莊以下的都已經塞了差不多了 藍莊以下的 甚至我有些塞藍莊 我也塞了一個 藍莊以下的命中 我基本上塞完 剩下就是藍莊以上 好 剩下都搞不太到 目前 目前啦 搞不太到 攻守技能現在 先升白技把綠技先變成 綠技很貴 白技的話全部到加7 不要往上升 加7或加6就好了 因為加6升加7 機率就很低了 你加7升加8 機率更低 而且加7升加8 還會大失敗 大失敗就會退 加7之後會失敗 或降階 大失敗就會變退6 你會很幹 因為這金幣很貴 點一次10萬 你說強化一個地界金幣 你可能強化10次 都不一定會過 所以這給你們 自己參考一下 加6或加7先停 我現在命中199有點麻煩 麻煩 199命中跟200命中 是一個天兩次別的砍啊 我看一下 為什麼可以搞命中的 199命中 差這一點 真的是有點煩 來 就是你了 加8是不是 交易 20把 上加8 穩妥妥 多重強化 加8 一輪 升級不會加嗎 會 可是我想要收集體 也要塞到 是 是我特別黑嗎 蛤 是我運氣特別差嗎 老王怎麼衝 老王很好衝耶 為什麼我這麼難衝 一波加8 加6 加7 加8 過了 看是不是省下來 那花8千買 不用 來一把了 好OK我們剩另外一把 剩下一把 加8 就200命中 交易所 再拉5卷 過了 我已經聞到味道 加8的味道 6 7 600賺 加5卷錢 雙加8 命中多1 完成 200命中 收集品 47.8% 186 加14 200命中 今天無課玩家 你就是 在你有限的資源裡面 去能提升就提升 如果你提升過後 還是過不了 也不要擔心 你就一直 農嘛 農怪 課長可以在一個禮拜內 達到第四章節 無課玩家 就是你課的少的 或是 維克奈米克 無課玩家 你們就要知道 這遊戲是需要農的 不是讓你一直解 你可能 別人一個禮拜能做到事情 你要花一個月 不要覺得過不去很奇怪 其實是很正常的 我們能過的是 因為我們花 我們眨錢 這遊戲本來就是 可以長久經營的 慢慢玩就好 等到你一個月後 想課金 那時候的物價已經很便宜了 可能五卷一張 才零點幾賺 這該不會要 該不會要打洛基了吧 擊殺守墓者 夠 我們這場只要顧好法師 顧好我們的隊友法師 就可以輕鬆過 沒問題 一次過 信不信 一次過 老王被這隻尻死了幾次 我一次過給你們看 先打小隻的 不要打大隻的 先把小隻幹掉 先把周圍都幹掉 看我這靈活的精湛操作 應該 給戰了吧 應該給戰了吧 哇 那是很輕易肯定 你應該是一個蠢 哈 屁氣 有點痛欸 要幫我補一下 要不要幫我補一下 臭 哇 我隊友呢 法師 用術啊 我就認真打啊 一次過 哇 九百多 哇靠 要靠一下九百 鬼吧你 你是鬼吧你 壯三小啊 哇 靠北 到底三小啊 幫我補啊 你不要 幹你老是 不要逼我開大招 我如果開大招 你會受不了 真的 你會受不了 不要逼我把無敵水拿出來 好 繼續 著實 有點痛啊 無情輸出 沒事 應該會過 應該會過 這場應該穩了 穩了穩了穩了 穩了 隊友死掉了 去死吧你 這不就過了嗎 老王 你昨天死幾次 老王你說 昨天你死幾次 我幾次你幾次 老王 眼睛好痠 一直盯他的血 我怎麼覺得這遊戲 奧丁好像壞人 我感覺奧丁是壞人 他是好人 會不會來個大反轉 覺得奧丁是敵人 大魔王是奧丁 是 諸神黃昏劍 蛛神黃昏末日來了 洛基毀掉世界 這是沒有寶的意思嗎 這是沒噴寶的意思嗎 幹我打這麼辛苦 沒噴寶 可不可以reset啊 可不可以用FL大法 請問這遊戲有FL大法嗎 我想要重打 哇 我打得這麼淋漓盡致竟然沒有噴寶 就這樣對我啊 我真的完全沒有打寶韻 沒了吧 還有支線嗎 OK支線全解完剩下第二章節 第二章節支線我找時間慢慢解吧 這個有點多 好啦 那我們今天直播先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頻道幫我點個訂閱點個讚 我們下次再會啦 大家拜拜